HELLO 大家好我是181 然後1月3次錄影的時候 我發現用電腦的麥克風好像不太清楚 所以就是我用我的Sony Airson的Neo來錄 然後我相信應該聲音品質應該會比較好一點吧 然後這次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就是介紹大家Windows 8的比較簡單的入門 因為我用了有些心得 然後想說介紹給大家怎麼使用 OK好然後這個是我的Windows 8 我是Acer的Aspire Air 7 然後其實我已經用了一陣子的Android的平板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蠻容易上手 尤其是Windows 8如果是觸控的話是非常好用的 如果以Android的操作模式來形容的話 Home Button就是從右邊的邊緣滑到裡面去 會出現一個開始的選單 點進去之後就像Home Button 它這有點像是Home Screen 它還叫做Start Screen 然後所有層次都會顯示在這邊 非常清楚可以顯示到 然後大部分會呈現動態裝的方式都是 他們Windows內建的 Windows那個Market Store Marketplace下載下的App 都會呈現這樣子 那如果你看到這種 這種icon不會是動態裝的形式的話 它都是屬於桌面型態的 當然這邊有個桌面 所以這邊點一下桌面之後 回到原本的型態 就是你可以使用原本的Windows的型態 然後有一個多工件 在Android 4.0之後就出現一個多工件 然後其實就是Auto加Tap 所以你從左邊滑進去之後 它就是AutoTap 然後這個是Zalophone的App 然後這是我搜尋一些軟體的Marketplace 其實非常好上手 然後如果你想要關程式的話 非常簡單 從上把它滑下來 我看一下要弄這個好了 4級滑翔把它關掉 把它從上 把它滑到底 這樣就把它程式關掉 非常直覺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直覺啦 蠻好用的 這個直覺發射會讓我 影響到我使用Android平板的情況 因為Android的時候 我關了之後會不小心把它 把它從上往下滑 結果發現它是Android 然後 像我剛剛灌了一個Liver Office 像這些都是我剛剛灌好的程式 所以你點開來之後 它就會直接連到桌面 像這些Icon都是桌面的 點進去之後它就會 回到桌面 然後把那程式打開來 然後 還有一個是那個Menu Button Menu Button 有時候有一些App沒有辦法顯示 可是有一些又可以 所以說我來看一下 像Box好了 Box點開來之後 6.9 好不好 換別人身上 好 出來 然後Box的話 從 像所有檔案 從上往下滑 就是Menu Button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什麼刪除啊 多重選擇都可以 然後多重選擇的話 它其實比較 給 比較 麻煩一點齁 那Windows 8 它的多重選擇方式 其實很 很吉巴 我研究好久才發現 它多重選擇 你看喔 你要從 把這個檔案往下勾 你就會選很多個 你有沒有發現 我把 我把它取消掉 有發現嗎 沒有喔 我從側面給你看好了 你要勾一下 你就可以選擇它 所以如果你要一次 多次刪除的話 你就這樣子慢慢一個一個勾 就是 發現 會了之後 其實發現還蠻簡單的 然後 刪除 那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 不一樣的東西 基本上來講 其實大致上會這些功能 就會 對 然後還有一個解除安裝的話 現在有一些APP 你如果 裝了之後 你覺得不是很好用 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 刪除掉的話 你就直接 也是跟剛剛的一樣方式 例如這個 這個APP 我不要了 過下來 有沒有看到 它就可以刪除了 對啊 我相機不是很好 所以都糊掉了 不好意思啊 然後 看看還有什麼東西 可以講的 其實它很講 大致上都是這樣 其實蠻好用的 那如果是滑鼠的話 嗯 滑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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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鼠